难民幽灵 所获是皮卡迪利广场区一个奇特的地方 那里聚集着英国最好的饭馆和最坏的罪犯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两名巡警拦住三个正在游荡的外国人 按照战时的惯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 三个人都没有任何证件 并且只会说法语 而两个巡警又只懂英语 双方自然无法交谈 两名警察以英国人特有的礼貌 依法把他们带往加农街警察所 三个人不声不响地跟随警察前往 值班警官的法语足可以审问这三个外国人 他们讲的经历相当混乱 当时的形势是 1941年夏末 入侵英国的海事行动尚未付诸实施 但其威胁依然存在 海岸防卫很快就组织就绪 一团团生锈的铁丝网运到海滩 用巨石保护英国海岸 到处都埋下地雷 车辆无法安全通行 凡是坦克能够通过的道路 都用水泥路障和防坦克坑封锁 蒙格玛利在取得举世闻名的胜利之前 所指挥的第十二营 在入侵危险最大的西南部地区 采取斯巴达战术布防 整个英国沿海沿阵以带 巡逻艇在海上游异 以防敌人接近 整天忙于这类问题的值班警官 粗粗了解了一下三个乞丐的经历 他们说几天以前乘一只小船逃离法国 大白天在英国西南海岸登陆 没有受到任何人盘查 又穿过几个禁区未被察觉 一直到警察询问他们之前 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两种异乎寻常的可能性 引起警官的注意 如果他们讲的经历可靠 这证明英国的防务不堪一击 根本无法阻挡德国人入侵 如果他们讲的经历是伪造的 那么这三个人确实可疑 可能是在入侵部队之前 到达英国的特务或第五纵队分子 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情报 或炮火响起的时候制造混乱 看来不论是哪种情况 这一案件都非同小可 他不愿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 就拿起电话 消息很快传到最高当局 国务秘书、内政部 和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本人都过问此事 上面指示立刻调查 为什么能让三个不懂英语的人 大模大样到达伦敦 军情五处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 要求仔细调查这三个人的身份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三个人从加农街警察所 转到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 警官从如此复杂的案件中摆脱出来 一定会感到如释重负 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 去处理伦敦的日常刑事案件 开始审讯之前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个不起眼的人物 第一个不过是二十岁的小伙子 看上去性格柔弱 红红的脸颊充满质气 总是目光低垂 咬着嘴唇强忍住泪水 第二个却身强力壮 胸肌突出 俨然一副拳击运动员的架势 他长得像个混血儿 身材魁梧 但性格懦弱 眼睛不断地看看这边 又看看那边 即使在受审的时候 也滴溜溜转个不停 给人的印象是 既少材质又缺机敏 第三个无疑是他们的首领 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打猎 有个私人动物园 这个人使我想起 正在捕捉猎物的猫科动物 他像猛兽一样 动作缓慢 但充满杀机 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目标 方方的脸上 满是像玻璃瓶碎片留下的疤痕 嘴上一处伤疤 使上唇翘起 使那张本来就四人弱鬼的脸 显得更加可笑 他头上也满是疤痕 显然是刀或其他利器所致 他纹丝不动 吓得另外两个人 金若寒蝕 看来这两个人对他 要比对我所代表的当局 更加惧怕 毫无疑问 这个马吉斯 这是警察已经查出的他的名字 应当被严格看管 这位马吉斯简单告诉我 他们如何逃出法国 并在东北海岸登陆 他说话的时候 另外两个人乖乖地听着 没有任何插嘴的机会 所以我决定分头单独审讯 首先我把娃娃叫来 就是那个一直很少说话 满脸孩子气的人 他心情太紧张 我不得不先和他谈些家常 让他平静下来 他不停地窝着手指 斜眼看着门口 生怕首领也会进来 过了好长时间 他才慢慢镇静下来 恢复了常态 年轻人 我只不过是旅行手续 以便给上级写报告 我对你大胆出逃 深为感动 希望你谈得详细一点 比方说 你们是几点钟登陆的 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我觉得好像是 下午两点钟的样子 先生 很好 现在请你告诉我 你们乘的是什么类型的船 山板 或者也许你们有运气 搞到一只机动船 是条帆船 要是没有风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很好 那么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登陆的 是石岸还是海滩 是沙滩 很潮湿的沙滩 不错 这类地方比较方便 对吧 船没有被石头撞坏的危险 船是什么颜色的 小伙子犹豫片刻说 是灰色的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这样问话的人不是什么 七头怪兽吧 不先生 他勉强露出一丝怯懦的笑容走出去 我沉思了一会儿 令人把那个眼睛滴溜溜转 向个混血儿的人叫来 审讯以同样方式进行 我让客人随便些 请他原谅我要提几个问题 然后漫不经心地说 老兄 你还记得起你们三个人 是在什么时间登陆的吗 被审问者装出一幅 集中全部记忆力思考的样子 用粗糙的手托住下巴 得意地回答说 你让我想一想 大概是上午九点半左右 我们仅有的一块表坏了 根据当时太阳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时间 谢谢你 现在请你告诉我 你们怎样弄到的 通过海峡所需要的汽油 我很想了解你们用什么办法 瞒过了盖世太保 你们的办法或许对其他难民有用呢 你们怎么做的 请你讲详细点 当然可以 能帮助其他难民 我很高兴 这非常容易 在布列塔尼 我的一位朋友是渔民 他在花园里埋着好多汽油 我们利用晚上的时间 把它刨出来了 真机灵啊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登陆的 没有碰到麻烦吗 是陡壁 石岸 还是海滩 不能算海滩 那地方有点陡 我们不得不抓着一些灌木才上去 是一些小树 好像是松树 那船怎么样了 我们只好把船扔了 上岸的地方没地方拴船 好吧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对了 船是什么颜色的 暗褐色的 我随便地笑了笑 对他表示感谢 他就离开了房间 我早已命令 把三个人分别看管 以免他们交谈 马基斯先生 请进 请坐吧 随便点 他马上坐下来 翘起二郎腿 以主人的姿态 环视一下四周 我要向你提几个问题 这纯粹是例行公事 你知道 情报人员不得不向上司汇报点什么 我总得填些表格 写些情况 让他们传阅 马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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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这类事情 当然了如指掌 很好 你们几点钟在英国登陆的 我必须得汇报你们到达的时间 那当然了 马基斯用食指摸了摸脸上的一块伤疤 摇头晃脑地说 大概下午六点左右 对 大概是六点的样子 前后差不了半小时 谢谢 你们登陆的地点肯定不太好 或许是十岸 大概不会很容易 遇到什么问题吗 登陆困难吗 那可真不容易 当时我想怎么也到不了了 小船就要撞碎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你们发现了那个小港湾 马基斯脸上掠过一丝惊奇的表情 对 是我们交了好运 正好海上风平浪静 我们的船到了那儿 下船上岸 再顺利不过了 但那条船 别想那条船了 那种船成千上万 请让我看看你的手 可以吗 马基斯惊诧地问 为什么要看我的手呢 但他还是把手伸了过来 我狐疑地摇摇头 我真不明白 你的两位朋友说 你们的船既无发动机 又无船翻 只有一对蒋 也就是说你们足足滑了四天四夜 可是你的手上没有一点痕迹 坦率地说 我真不明白 马基斯立刻回答说 哦 你肯定觉得奇怪 可是说起来很简单 你摸摸我的手 很硬 不容易起泡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滑 是三个人轮流滑 还有 大部分时间用不着船桨 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 顺着海流飘行 现在你总明白了吧 我耸了耸 我耸了耸肩膀 可能是这样吧 无论如何 这都没什么关系 但我想不通你们 为什么不把小船改改颜色 你不担心德国巡逻人员 甚至很远就能发现他吗 这种鲜红的颜色 即使对呆头呆脑的人 也太眨眼了 你说得对 可是时间太紧迫 我们得赶紧启程 而且我们从哪找到 需要的材料呢 这别问我 我可没当过油漆工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先生 我很高兴为你效劳 谢谢马基斯先生 暂时没有了 我叫你的朋友们来 咱们四个人一块儿谈谈 过了几分钟 另外两个被押进来 我请他们坐下 依次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 小孩两眼死死盯住地板 运动员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 什么都瞧 马基斯 小集团的首领 还是那么冷漠地同我对视 我说道 好吧 我面前的三个人都是撒谎者 三个谎话大王 就连儿童们玩捉强盗游戏也讲究把话说得一致 而你们这几个聪明老练的汉子却犯了如此幼稚的错误 我指着最年轻的那个说 你说下午两点在英国登陆 而你呢 我指着眼睛不停转来转去的人说 说是上午9点 不断变化 原来是帮船到了原海 起初是下午前轻人 起初是潮汤 后来又莫名其妙的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沙丘和松树 但你马吉斯来的时候又突然出现了岩石 难道你们把我当成白痴了吗 谁也不回答 一个个像粘在椅子上一样 只有一种解释 我继续说 那就是这条船根本不存在 更谈不上什么登陆地点 你们如何到达英国 我暂时还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绝不像你们讲得那么荒唐 现在我要知道事实真相 你们到底怎样来的 屋里鸦雀无声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但三个人都避开我的目光 后来马吉斯打破沉寂 竟然大胆地说 他讲的每个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 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只有他讲的才是实话 百分之百的实话 信不信与他无关 这样讲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的朋友 我说 与你有关 关系重大 不管你怎么说 你们讲的经历站不住脚 如果你们确实是老实人 真正的难民 为什么说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呢 事实上你们不是什么难民 既然不是难民 你们来这干什么 答案很简单 你们三个是间谍 你们知道我们如何处理落网的间谍吗 早晨给他们送上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咽得下去 然后请他们溜达到脚型架下 往脖子上套上绳子 把他们嚼死 我又一次看了看这三个人 特别看了看他们的脖子 两个人偷偷看着小集团的头目 有时小孩还伸出舌头 甜甜嘴唇 像是想说点什么 但到头来谁也没有吱声 显然他们怕马吉斯 比怕脚型架更甚 或许时间和思考会改变这些人的固执 我叫卫兵把他们带走 全师们说 对手越重 他摔得越狠 在审讯中我多次发现 人越是坚强 垮下去就越快 一个表面上强壮的人的躯壳 有时比看上去鲜弱的人 更不堪一击 于是我决定集中力量对付马吉斯 我命令他从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 转到切尔西一座 充满严肃军事气氛的监狱 在那里他又多次受审 他屡次重复他的经历 这使证据越来越无足轻重 审讯人员不断提醒他 一个战争期间被捕的间谍的命运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供词只字不改 每次被提审总是重复说 他讲的是实话 百分之百的实话 如果我们不相信 那不是他的罪过 他两个朋友同他讲的有出入 这很容易解释 他们两个是智能低下的可怜虫 这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记忆还不如土拨鼠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才编造了那套根本不存在的 荒诞无稽的故事 谁都可能设下圈套陷害别人 问我们为什么不重新提审他们 他们已经有充分的时间 形成自己的意见 或许现在已经考虑成熟了 我命令把那两个人叫来 果然他们逐条肯定了马基斯的说法 承认他们原来讲错了 当时经过一天的折磨 他们神经尚未平静下来 并且又极度疲乏 经过仔细考虑 现在觉得马基斯说的对 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船是红色的 登陆地点是很陡峭 既没有船翻也没有发动机 真的是一条山板 如此等等 从这次审讯 我只得到一个结果 他证实我的印象是正确的 这两个人对马基斯怕得要死 为了支持马基斯的荒唐说法 他们不惜貌上脚刑架的风险 这次提审使我更加肯定 这两个人绝非间谍 在三十年反间谍经历中 我同不计其数的特务打过交道 但这两位同任何特务都毫无共同之处 既不聪明又少机密 德国人有可能有疏漏 但不至于愚蠢到这般地步 在战争的关键时期 德国人绝不会派这么一对业余间谍 到他们行将入侵的国家 职业间谍的第一个条件是 坚持自己编造的故事情节 而总是否定任何相反的说法 马吉斯或许是个职业间谍 但我可以用自己的声誉打赌 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不是 那么这三个不懂英语的人 怎么会沆瀣一气呢 时间在流逝 最高当局一再催促急于得到结果 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我完全相信马吉斯是他们的首领 应当集中精力对付他 他是黄英 应当叫他唱歌 可是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这是不求助于考打 而又能使他开口的唯一办法 因为考打是违反我的原则的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需要学校两名军官合作 对一切新奇事物都着迷的反间谍科长 立刻跃跃欲试 还鼓动别人支持我 甚至一向比较拘谨的行动科长 也同意我的计划 第一步是把马吉斯转到一间黑牢里 关一天一夜 第二天上午 把他压到一个大厅 让他站在一张铺着讲究的 绿色桌布的大桌子前面 桌子两边坐着学校的军官 各个身着军服 扭扣赠量 腰炸皮带 头戴钢盔 每个军官面前放一把手枪 一片严肃的法庭气氛 我作为军事法庭亭长 坐在长桌中间 这个审判团足以使人胆寒 特别是对一个刚刚单独在黑暗中 关过二十四小时 只有自己的思想作伴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马吉斯有两名鹤枪实弹的士兵 压到我们面前 我发现他轻轻眨了一下眼睛 大厅内一两分钟都鸦雀无声 一遍让他体会着庄严的气氛 慢慢地 他特有的满勇开始消退 我用法语对他说 犯人 你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 你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吗 知道先生 在一间黑牢房里 知道那是什么牢房吗 不知道先生 他显出一点惊讶和痴呆 那是死牢 走进这间牢房的人 就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不再说话 寂静又一次笼罩整个大厅 只能听到犯人急促的呼吸声 我继续说 犯人 你在伦敦被捕之后 有一切机会向军事当局 招任你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但你却编造荒诞的经历 提供虚假的情节 尽管一切事实都对你不利 你还一口咬定你的供词属实 你如此坚持说谎 只能表明你是敌人派遣的间谍 在战争期间 对这种冒犯行为的惩罚是处死 你现在出席的 正是为审判你而组成的军事法庭 只能有一个判决 就是你有罪 虽然你顽固不化 谎话连篇 可我们还准备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把手表取下来放到绿桌布上 给你整整两分钟时间 让你考虑决定 愿意从事招供 还是嘴唇上带着谎言走上绞刑架 请你好好考虑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现在开始计时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手表滴滴答答的金属响声 特别清脆 一秒一秒地把马基斯推向死亡 罪犯死死盯住地板 仿佛故意屏住呼吸 城里的嘈杂声隐隐传到这里 不知哪位性急的司机 在脑火地摁喇叭 声音长时间在这奇异的气氛中回荡 秒针已经走了整整一圈 马基斯依然低头不语 没有表现出一点内心慌乱 押送他的一个士兵 用一只脚蹭了蹭另一只脚 这点微弱的动静 在凝固了的空气中 却像雷鸣一样在大厅回响 两分钟过去了 我拿起手表 看了马基斯一眼 犯人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马基斯盯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 这是你最后的回答 是 我慢慢站起来 你刚刚为自己做了判决 我现在宣读判决书 我庄重地宣布 每个被判死刑的囚犯 都要听到的话 本高级军事法庭 判决你在指定服刑地点 处以绞刑 尸体埋葬在服刑之前 关押地点 愿上帝可怜你的灵魂 我重新坐下 看着犯人 脑海里闪过一丝 他能打破沉默 讲出真话的希望 可是他还是一言不发 纹丝不动 死死盯住地板 当我命令士兵 把他带走的时候 突然觉得 他是不是早已发现 我们是在演戏 门刚刚关上 渐渐渐离去的脚步声 还依稀可变 我听到陪我表演的军官们 都深深 吁了一口气 放松一只紧张的神经 但是 使人难堪的寂静 仍然笼罩着大厅 大家都看着我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 我清了清嗓子 磕磕巴巴地说 现在 该怎么办 一般说来 我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但在这种情况下 坦率地说 我感到被羞辱和慌乱 所征服 我高明的主意 已彻底失败告终 犯人没有被吓到 而是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 好在他没有嘲笑我们 刚刚演出的这场哑剧 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果就是 彻底埋葬了我原来的希望 我们都受到了嘲弄 特别是我 更是如此 我用谨剩的一点力气说 先生们 你们能稍等片刻吗 或许犯人经过考虑会回来 我的语调显然毫无自信 大家也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就在这时 有人敲门 一个押送马吉斯的士兵 走进来说 长官 犯人有话对你说 我收敛起几乎涌到嘴边的笑容 说道 可以 让他进来 马吉斯走了进来 我故作严厉 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脸上 有伤疤构成的 一成不变的难看的笑容 更明显了 好吧 我要走了 但我想带着干干净净的灵魂 离开人世 我难以忍住内心的惊讶和激动 马吉斯说的是英语 而他一直自称不懂英语 很好 我说 最好带着干净的灵魂离去 你是加拿大人 对吧 对 先生 我是加拿大籍法国人 就这样 一个问题解决了 马吉斯和他的两个伙伴 是驻英国的加拿大武装部队的逃兵 但是一个新的 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 在马吉斯还没有从神经紧张状态恢复过来之前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 有两点使我迷惑不解 第一 为什么一直到被判急刑 还如此坚持他荒诞的说法 第二 表明士兵身份的仅有证物 军装和军人身份证到哪里去了 离开军队之后 马吉斯和他的同伙靠什么生活 他们从哪里弄到钱呢 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合情合理的 马吉斯先后已经开过八次小差 最后一次抓回去以后被警告说 如果再犯 就要在沃尔德肖特的格拉斯豪斯 关他两年 不管他说的是否可信 格拉斯豪斯确实是士兵们 袒虎色变的军人监狱 为了不到那个地狱里去 度过两年的南欧岁月 他宁愿冒一切风险 甚至敢冒生命危险 至于军装和军人证 他说离开兵营是烧掉了 还说在索货区遇到一个人 要了他的一身旧军装 给了他一件西服上衣和一些钱 他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更不了解他那种唐吉克德式做法的动机 我脑海中出现一个可怕的怀疑 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的什么 把军人身份证烧毁了 对一个逃兵来说 更可能是把他扔掉了 这是因为 一旦遭到逮捕而受审讯 身上没有军人证 警方就难以确定他的身份 烧毁一件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物件 这不合情理 更可能的是 马吉斯和他的伙伴 把军人身份证连同军装一起卖掉了 而买这些东西的人 很可能不是一般故意买主 而是第五纵队狡诈的特务 为了实现一再推迟的入侵 希特勒可能使出任何花招 他已经在法国 比利时 荷兰 试验过他的战术 斯图卡市俯冲轰炸机过后 地面一片惊慌混乱 逃难的人群晕头转向 聚集在公路上 使部队无法行动 在这关键时刻 第五纵队分子火上浇油 散布谣言 破坏军事公报的信誉 在人群拥挤的时候 两三个身着军服的人 站到十字路口 让向各方向开进的部队 走错路线 或者混入平民当中 劝他们逃离家园 造成更大的混乱 加拿大部队集结在英国西南部 极易遭到攻击的地区 莫非这就是有人 急于买到加拿大军府的原因 那买主到底是谁呢 我重新审讯了另外两个逃兵 从我的话里 他们察觉到 马基斯已经招供 但他们提供不出什么新情况 马基斯是首领 他的话就是禁令 他们二人只是证实了 军人证并没有被烧毁 而是和军装在一起 鉴于他们再也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把他俩送回原单位上级处理 同时请求把马基斯留在军情五处继续审讯 加拿大当局很快同意了我的意见 内政部得知可疑登陆案件的真相之后 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我看来 这第二个问题更加困难 如果有第五纵队进行破坏 必须不失时机地予以清除 但这项工作超出了我的权限 于是我前往伦敦警察厅 同特务处一位警官联系 一开始他不相信 不同意 甚至不能设想让军情五处的人 到他的地盘去侦查 特别是听说在索货区 伦敦的犯罪中心 各种事件都轻而易举地发生 我的要求让他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伤害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 我们终于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 我离开的时候 他慷慨地同意 警察厅特别处 派两辆警车和几名警察 教我使用三个星期 在索货区进行夜间行动 后来我又和马基斯谈了几次 他有说有笑地承认 烧军人身份证的事 使他又一次撒了谎 慢慢地他软了下来 相信同我们合作会减轻他的处分 于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 但正如他已经说过的 他只见到过买军装的人一两次 加上灯火管制期间 索货区的街道总是黑咕隆咚 并且酒吧间里挤满了生人 他无法描绘出买主的相貌 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对这个面目丑陋 善于撒弥天大谎的马基斯 产生了一些好感 他总是情绪饱满 按自己的风格行事 虽然我们双方都知道 谈话不再有什么成效 我还是喜欢跟马基斯谈 看来他已经没有什么用途 几天之后我觉得必须采取其他办法 马基斯肯定了解 或者预感到了我的意图 既然无法再帮我什么忙 他决心使谈话更加生动 有一天我刚刚要开始审讯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刮脸刀片 不等我想出该怎么办 他就把刀片放进自己嘴里嚼起来 后来竟把刀片咽了下去 接着得意洋洋地张开嘴 表示嘴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好像为了使表演更加动人 他拿出一块玻璃碎片 放进嘴里嚼起来 一直到嚼成碎末 又和咽刀片一样吞了下去 我曾听说过吃刀片咽玻璃的人 但距离这么近亲眼目睹倒是第一次 我以为会看到他嘴唇上有血口子 可是他若无其事 你在搞什么鬼 我问道 马基斯好像被这句话侮辱了 我就是给你表演一下 我就靠这个生活 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生活 靠吃玻璃生活 是啊 我到过加拿大和美国的好多市场 观众们看了我的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刚到伦敦的时候 就这样弄到一些钱 我突然想 他这套本事或许对我们有用 我的计划很简单 我和马基斯晚上去索货区转一转 必要的时候让马基斯表演一场 由一名警察跟随 这样迟早会抓到马基斯的朋友 我把主意讲给他听 问他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 同意 只要能走出那间小牢房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我什么都愿意干 可是 谁付酒钱呢 当然是政府付了 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场闹剧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计划 任何可疑的手势或动作 都会使你获救 让你去格拉斯豪斯监狱度过余生 懂吗 执行计划的头一天晚上毫无成果 我们刚到索货区就响起了防空警报 几分钟后 德国轰炸机不规律地呼啸而过 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刺向夜空 防空炮火声和炸弹爆炸声响成一团 炸弹碎片像白色水珠般洒在街上 所获区狭小的街道空空如也 所有的人不论好人坏人都一块挤进了防空掩体 我们白白浪费了几小时 一无所获 第二天晚上 我们几乎走到目的地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空袭 好在这次时间很短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进了一家酒吧 而后又走进另一家 到处浓烟弥漫 眼睛难以观察 我和马基斯找了一个有利地点 要了英国人称之为啤酒的那种度数不高的黄色饮料 酒吧间人生嘈杂 南强北调 马基斯眼睛通过酒杯上方观察 从无数肤色不同体型各异的人当中 寻找他的朋友 最后他摇头向我发出信号 我们又烧停片刻 悄悄离开乱哄哄的人群 向另一个酒吧间走去 我们等尾随的士兵跟上来 就在另一个酒吧里重新开始同样的把戏 时间飞快地过去 我们仍然两手空空 我不耐烦起来 酒吧间污浊的空气和连续喝下去的黄色饮料 使胃和头部都感到难受 我已经不再那么相信 当我向柜台走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马基斯和一个皮肤微黑的青年 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足够了 青年把酒一饮而尽 不再看马基斯 悄悄悄向门口走去 我向随同我们的警卫发出约好的暗号 他马上跟踪出去 我问马基斯 就是这个人对吗 他点头承认 你怎么不说呢 怎么不去找他谈话呢 你还想骗我们 从认识马基斯以来 我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一点慌乱的神色 我听到他嘟囔了一句 发现他们的条率有如此大的约束力 马基斯看到应当揭发的人的那一瞬间 他的一切诚意都化作了烟云 晚上的力气没有白费 警察带回来大批情报 收买赃物者是个裁缝的助手 法国人 没有犯罪记录 也查不到有损声明的可疑之处 从哪方面看都是个完美无缺的公民 但是这太凑巧了 我们在寻找军装 而他正是以缝衣为生 于是他马上被捕并受审 这个裁缝助手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供出了一个地址 被他供出的人自称是体育教练 但他提供的情况与体育风马牛不相及 对我们毫无用处 但他供出了另一个地址 在所获区罗米里街 听到这个地址 对本地区了如指掌的警察都会议地点点头 住在那里的是个绰号叫恐怖的 做过三十多起贩卖麻醉剂和暴力抢劫案的惯犯 现在我们才找到真正的线索 当天夜里我们来到罗米里街一栋房子的三层楼上 敲敲门没人回答 再敲敲还是毫无动静 推一推房门反锁着 唯一的办法是把门撞开 撞开一扇门对身强力壮训练有素的警察来说 简直如同儿戏 几秒钟的功夫 门上的荷叶断了 我们闯了进去 屋内毫无动静 我们在卧室的双人床上 发现一个酣睡的女人 沉重的呼吸声 说明她受了强度麻醉 几小时内还会处于麻醉的效力之下 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低声说 我认识她 她是恐怖的情妇 有名的可卡因吸食者 旁边枕头上 还可以看出沉睡女人的伴侣睡过的头印 我用手摸摸一动不动的女人 躯体旁边的褥子 尚能感到刚刚睡过的人留下的余温 一定有人 也许就是恐怖 刚才还在和这个女人同踏而眠 我们点起脚看看阁楼 里面很脏 没有任何东西 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搜到 房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 正是在那儿 我们发现恐怖 只穿一件薄薄的睡衣 蹲在烟囱后面 冻得发抖 显出一副奴才像 她毫不抵抗 束手就擒 像她的很多同类一样 所获取的恐怖 与其说让别人恐怖 倒不如说她自己恐怖 她穿衣服的时候 我们搜查了房间 找到大批可卡因和淫秽的小册子 但没有什么军装或军人身份证 在审讯中 恐怖知道 如果不同我们合作 已发现的证据足以使她 锒铛入狱 过多年囚徒生活 她胆怯了 马基斯前一天晚上遵守的 不法分子的条律 对她没有丝毫约束力 结束审问 我已经对这个屡屡犯罪 为了活命 不惜出卖自己亲生母亲的家伙厌恶之极 恐怖 供出了知道的一切 揭发了军服工厂的头目们 说出了他们的地址 我马上打电话 把以上情况通知伦敦警察厅 第二天天亮之前 所有干这行买卖的人 悉数落入警察手中 这个财源茂盛的行业 立刻被取缔 恐怖提供的最有趣的情报 为这种奇怪的勾当 做出了解释 不像原来猜想的那样 是第五纵队所为 我很快发现 所获区的罪犯们 首先考虑的是 个人利润和自身安全 他们没有把祖国 出卖给敌人的狂热和情感 军装买主不是间谍 而是胆小鬼 所获区阴暗狭窄的街道 酷似大城市中的小村镇 难得有身着制服的警察光临 为了逃避征兵 很多服役年龄的人 付巨款购买军装和军人身份证 这样他们可以不履行宣誓仪式 不进行体格检查 不用服兵役而成为军人 这套把戏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 因为警察们忙于抓没有军服的逃兵 而对胸前挂满勋章 看上去好像英工度假的英雄们 不感兴趣 破获倒卖军服和军人证件的集团之后 伦敦警察厅特别处 马上开始搜捕数以百计的 不穿军服的逃兵和穿军服的骗子 由于军警合作不断追捕 这项工作颇有成效 马基斯被交给加拿大当局之后 我再没有见过他 如果他服刑期满转入现役 大概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士兵 他勇敢机灵 不是那种和平时期军队的装饰品 至于恐怖 对我们也很有用 但不是在需要勇气的工作上 对他来说 通往善良的道路太狭窄了 后来我听说他因为暴力抢劫 被判处强迫劳动四年 正在服刑